忙了一早上 把昨天枝繁叶茂的一个大的月季 剪成了目前这根独苗的状态 因为那个月季开花开的太多 实在是非常难伺候 病虫害啊 牙虫啊 各种各样的小小小害虫啊 都非常难以一个一个花苞的去清点 所以呢 花繁为简吧 留下一根最主要的枝干 希望它长成那种棒棒糖的形式 以后呢 也方便打理 要不然这样随意的让它长的话 实在是费时费力啊 伺候起来吃不消了已经 这里还有三颗小的月季也是 把所有的富余的旁枝的那种 不是主干的枝条全部给它裁剪掉 每一颗月季留下一颗主要的树干 以后呢 就看着它往上长 把多余的那些旁枝给它剪掉 也是希望它长成一种棒棒糖的那种形态 这里有一颗白色的 有一颗粉红的 还有一颗黄色的 可能还要过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 才能长成咱们希望的那种形态 套用乔山的一句名言啊 不是你们不优秀啊 是隔离要求太高 这几百朵盛开的月季 就这么被剪掉了 有点可惜的 做加法简单 做减法还是挺难的 剪下来的月季足足装了 有一个大麻袋 家里的花园的垃圾箱都已经装满了 从理论上说 月季的繁殖能力还是挺强的 在剪掉几十朵甚至上百朵枝干和花朵以后呢 它所有的营养都会集中到目前仅存的这一棵主要的树干上 好比以前要供一百个人吃的大食堂 现在只供一个人开小灶